云门艺术总监林怀明的双舞座《白水围城》本周要演出了 其中白水是林怀明他走访横贯公路 从花莲的利物锡发响的舞座 他把水流投影在舞者身上 跟中国服装名家马可设计的白色舞衣相辉映 整支舞座有如柠檬水一般清亮纯粹 而且这一次林怀明邀请了小说家洛以君 用文学的角度为舞座写文案 在法国作曲家耍地的钢琴乐下 身穿白色舞衣的舞者偏要起落 与舞台影像里湍急的水流相呼应 这是云门四十纪念作《道合后》 艺术总监林怀明的新作《白水》 2013年林怀明池上演出后 走访花莲利物锡 摄影师张浩然镜头下的水文 透过多媒体影像设计 王艺胜的加工变形 成为白水的创作元素之一 将这个影像投影在舞台或是舞衣上 而这一次的舞衣 邀请到中国服装设计名家马可操刀 衣服在任何动作发生以前 衣服就做好了 但是他来排练场 他仔细地跟舞者们打成一片 跟他们聊天 他们一个一个站在那里 他跳舞的样子 他拍成照片 拍成录影带 他要针对舞者量身定作 这个量身不是尺寸上的量身 而是气质上的这个量身 对音乐向来挑剔的林怀明 还特别邀请乐评家焦元甫 来欣赏最新舞座的彩排 《扫地》这个曲子 比如《分天和声》的话 它其实跟主旋律之间 在很美的旋律之间之间 其实都是很巧妙地 去切了很多不和谐的音程 在这个里面 而这种不结合的音程 会让这个音乐 在漂浮或者是在 清新的这种感觉里面 带入一点点 你说是欺苦或者是哀愁也好 反正怎么样 就像是有一些酒里面 最后一层会带入 这种苦涩的感觉 而为舞座撰写文案的 小说家洛乙军 他用文学想象 拆解舞座带给他的震撼 林怀明暗下那让时间静止 指针在中面上 选歌不动的咔嚓微响 他带我们进入一个跳舞 动漢镜的悖论 这些衣服它本身 就是拉开来另外一个时间的故事 它好像是全部的东西都是逆反 就是它好像是 这个衣服的白色或是麻的特质 或是它的一个空气感 或是一个呼吸感 一个垂坠的印象 但其实你会发觉到 当短一点的群聚的时候 这个舞者在玩 在独立的跳舞旋转 或是肢体的一个逆反 的一个扭动的过程 他可以花较少的力 来把这个衣服或是这个衣服 跟身体之间的一个反错 形成了一个好像是中 中或是说好像是一个 一个风的印象 再度以最爱的水为发展意象 星座白水有如柠檬水般 清亮纯粹的背后 是科技 影像 服装 音乐的呼应与拉扯 如同林怀明说 他的舞作并非单纯的仿纱 而是一种编织 感谢观看